大家好我是小鱼 我们在炒豆角的时候 有的人焯水 有的人油炸 也有的人直接炒 其实豆角焯水后 营养就大打折扣了 油炸又很不健康 直接炒又不好吃 而且还炒不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炒豆角非常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首先把洗干净的豆角 头部切去不要 因为头部口感不好 也不好吃 然后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 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一勺盐 再倒入清水 水位摸过豆角就可以 然后用手轻轻抓洗一下 让食盐化开 然后放一盘浸泡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加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半勺鸡精 然后充分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 接下来准备三个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 再准备三半大蒜 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和小米椒放一起 再准备一根大葱 先切成四半 再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三块钱的五花肉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豆角也已经泡好啦 然后把它清洗一下 空干水分 装入大碗中 然后碗里面加两勺食用油 提前加油 可以使豆角的颜色更加的翠绿 而且锁住水分 炒出来的豆角更加的鲜嫩 也不容易发黑 发黄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直接倒入蒸锅里 用筷子整理平整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蒸两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颜色脆粒脆的 非常的好看 现在这个豆角已经快熟了 然后再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这个时候的豆角非常的鲜嫩 口感很好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炒出五花肉的香味 并且炒出油脂 炒至金黄色 把五花肉炒熟 炒出一点点猪油 这样炒菜更香 再把葱姜蒜末和小米椒加进来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豆角夹进来 翻炒均匀 豆角蒸过之后已经差不多熟了 所以我们不用炒很长时间 炒两分钟左右 再把调好的料汁从锅边倒进来 然后翻炒均匀 炒至所有的食材都入味 这样炒菜的豆角颜色脆绿 又非常的鲜嫩入味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 哇 好香啊 这样炒菜的豆角真的是太香了 特别的好吃 又下饭 看一下 这个豆角的颜色非常的脆绿 吃起来口感鲜嫩多汁 非常的心酸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搬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